歡迎來到球學院 我是小球 大家應該都有過覺得生活很無趣 遇到瓶頸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吧 那遇到這種應該可以被稱作為是低潮期的時候 你們會去做什麼來度過這個時期呢? 我的做法就是去接觸一些新的東西 找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或是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來做 例如做甜點蛋糕啊 可以看右上角的影片 或者看書啊 我這邊有五本近期看過覺得還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 在這邊 或是去上個課啊 考個證照啊 像是 汽車駕照啊 或是飲料調製的證照啊 或是 品酒師的證照啊 前面鋪了好久 終於要進入今天的主題 其實我前陣子花了一萬多塊去上了 品酒師的課程 跟考證照 想去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葡萄酒是很常見的東西 但是我 對它了解不多 而且 平常也不怎麼喝葡萄酒 所以我就想要多了解一些自己 沒有接觸的東西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聊聊 關於葡萄酒的三個小知識 那麼球圈上課囉 第一個就是 釀酒葡萄跟一般食用葡萄是不同東西喔 用來釀酒的葡萄比起 平常吃的葡萄皮更厚 果實更小 而且比較甜 因為酒精發酵的公式是 糖加酵母等於二氧化碳加酒精 意思呢就是 酵母這種微生物會把糖吃掉 然後吐出酒精跟二氧化碳 所以釀酒葡萄當然就會比較甜囉 第二個 其實黑葡萄也可以做白酒喔 葡萄酒的顏色取決於果皮 而不是果汁或果肉 而白酒的釀造方式 比紅酒多了一個去皮的程序 也就是說 白酒是用果汁釀造的 而紅酒除了果汁以外 還有加入皮渣一起釀造 把果皮拿掉的話 其實它們顏色是一樣的喔 釀造香檳其中一個品種 黑皮糯、皮尿糯就是 黑葡萄 第三個 葡萄酒的名稱幾乎都是 以它的品種或是產區來命名的 所以並不是所有在派對上 拿來祝賀的氣泡酒 都可以稱作為是香檳 只有在法國香檳區產的葡萄 以規定的程序去釀造的氣泡酒 才能被稱作為是香檳 也不是所有用葡萄釀造的酒 都可以稱作為是葡萄酒喔 酒精濃度低於8%的話 只能算是葡萄風味酒 以上三點是我上完課程之後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小知識 更多延伸閱讀的話 可以看資訊欄喔 那麼求學院這個系列呢 是一個我覺得可以拿來跟大家 分享一些我在可能書上 或是去上什麼課 或是回答大家的問題 就是做一個新的系列 跟大家一起上課這種概念 最後記得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歡迎加入可遇不可求 我是球球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